還有今天台股大漲了219點 收在10567點 三大法人買超212億元 台股現在漲勢不斷 台股在展露曙光 台股27日飆漲219點 收在10567.27點 三大法人買超212億元 外資買超168億元 台股表現強強棍 鏡空令能否解除 歐美疫情穩定才是關鍵 那些國家都已經是 就是直接到5月去了 甚至有的到6月去了 他們的措施比我們還嚴格 人家都還要到5、6月才要檢討 我們現在那麼急幹嘛 拼蓋股27日齊發威 台積電上漲1.36% 鴻海上漲1.49% 至於大力光則是飆漲了3.21% 全面領軍台股向前衝 最近全世界股市都有共同的一個架構 這個架構就是利多會漲 那利空它不會跌 市場上接近8成的投資人 都希望這個行情會出現第二隻腳 但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不太會出現 那麼很多的一個個股 都直接往上衝了 目前來看的話 全球陸陸續續解封當中 經濟也要回到正常的一個架構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台股多方空盤 疫情看似趨緩 但4月份公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6項指標統統下降 投資股票時機下降到44.1點 創下近92個月來低點 但股市反應熱絡 小心進場恐怕接到刀 有一些個股都要小心 例如說像防疫概念股 目前全世界大概人數的一個部分的話 跟康復的人數都在慢慢的好 防疫概念股的話 這個地方倒不宜過度的一個追高 我們認為這個地方拉回 還是布局 殖利率高的一個個股會比較好 投資布局還是得停看廳 謹慎觀察 東森財新新聞 蔡炳宏 中宇瑞 台北財王報導 借北財王 中文的歷史 雖然 中文的歷史 球 柳 最正沒有歷史 獨立 中文的歷史 明星 標認